盘点熊猫界那些暴脾气的大熊猫 看看你能打赢哪一只 第一位秦岭小霸王胡子 都说秦岭乱不乱全靠谱都说了算 作为一只一掌拍碎豺狼几样子 追着金钱爆帮帮锤的野猫 胡子绝对是熊界猫界熊猫界最记仇的暴脾气 当初年少不懂事的他在老藩的领地上做了标记 结果被对方痛揍一顿后落荒而逃 怀恨在心的胡子每天暴揍金钱暴练习18般武艺 一年后以绝对优势把老藩做到被送去了救助站 之后胡子不小心踩到野兽家 还被整个豺狼群围攻 身负重伤奄掩掩一息之际得到两脚受救助 放荡不羁爱自由的胡子在动物园关了五年才被放出来 重获自由的他恰巧遇到一群豺狼群 心仇就恨一起算 胡子冲上去一掌拍碎了头狼的脊梁骨 其他豺狼也被他打得凄惨无比落荒而逃 第二位地主家傻儿子气仔 染着骚气的小黄毛一看就不好惹 加上背靠两位金主罢了 更让七仔在整个熊猫界为非作难 就连自己的老丈人阿宝都不放过 直接送了对方一只班首尔国 但女婿暴打老丈人这是说出去自己终究不战 于是隐蔽七仔眼珠子滴溜溜一转 八百个心眼子藏也藏不住 转头就在乐乐面前演戏表示阿宝是装的 一整个就是杀熊又诛心 第三位西之门二太子门二 别看这小子长相呆萌可爱性格古灵精怪 实际上战斗力能碾压五个门来 当初北洞停电熊猫馆自动门乱开门 门二溜达时刚好遇到正悠闲干饭的古大爷 二话不说直接冲上去按住对方一顿抱起来 没搞清状况的古大爷被打得嗷叫毫不器材 第四位北洞战神兼保安队长古虎 全网为一只拿过四杀的大熊猫 当年有位喝了假酒的醉汉飞药和古虎切磋五个 结果还不讲五得一口咬伤古大爷的幼头 随后愤怒的古虎以牙还牙便飞了男子的双头 之后古大爷又碰到几个自己送上门的两脚兽 便毫不客气地咬废了几人的双头 可见当初最汉对古大爷造成的心理阴影有多严重 第五位萌妹代表飞鱼 好看的皮囊千天一律有趣的灵魂三百多斤 长相甜美可爱人畜无害性格却好似母夜叉 飞鱼生平三大爱好就是吃饭睡觉做惊 别人看到他都是萌妹萌妹的脚 唯有大胡子惊慌失措的喊萌萌萌萌 甚至一听到对方的名字就会吓得屁滚尿尿 第六位巴里台二姑奶奶喜乐 一听着外号就知道绝对不是好惹的胸 顶着三十多度穿着一身雕在室外卖力整 卑微的奶爸就差给他跪下都不可回去 自己调皮撞到苹果树却嫌对方倒他路 拳打脚踢一番还不算完 大半夜越想越气直接跑去把小树拔了 可见是个绝不会让自己吃亏的主 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暴脾气大熊猫呢 重瓜得瓜重乐宝得福宝 敦邦妮和他的便宜老爹究竟有多像 这天将爷爷去看望宝贝孙女有没有暗示吃饭 只见福宝乖巧地坐在门前等一夜 可爱的模样让将爷爷忍不住感叹一声好 只是下一秒甜味服就抬起后腿包痒痒 这姿势越看越像他那便宜老爹乐宝 随后敦邦妮跑到墙角开启新一天的竹子吃播 还不忘看向摄影师将爷爷提醒他准备好了 只见敦邦妮巴唧巴唧吃着薅下来的竹叶 全身心都沉浸在竹子的美味中 只是这吃东西的样子竟也和老爹乐宝相同 果然有其父必有妻女遗传是骗不了人的 福宝从小就展现了跟便宜老爹的相似之处 妇女俩都喜欢爬上栏杆好奇张望新世界 两只小团子的背影简直像了个石成石 甚至就连长大了也不例外 并且妇女俩也都在树上卡不投 不过被下出搞叫的跟当 在宋爷爷的帮助下才成功挣脱 而倒挂在树上的乐宝丝毫没有慌张 身体一个旋转就顺利自我解救 原来乐宝打小就是个情绪稳定的乐天盘 此外福宝和乐宝吃东西塞亚后 都先呲牙咧嘴地用舌头试探一番 然后再不顾形象用毛拳头去掏 猛男乐宝还在爱豆遍地的韩国学会了跳 而在这出生的福宝自然比老爹更胜一筹 就算是在洗澡也会给姨姨们跳个狗狗摇摆 如此可爱的敦邦尼难怪会成为韩国底的大明星 除了行为动作和便宜老爹同步外 福宝的外貌都像是跟乐宝复复制粘贴的 将爷爷看着福宝酷似便宜免续的大忙 忍不住安生叹琴 而宋爷爷在前几天的直播中 也表示福宝正见照和老爸一模一样 不知福宝是否能接受正脸和老爸很像这件事 但敦邦尼有个重要的地方没有遗传老爸 这也令爱女士和爷爷们头痛不一 众所周知乐宝爱干净但不优雅 爱宝优雅但不爱干净 然而敦邦尼却完美避开了父母的优秀 选择既不优雅也不爱干净 这天将爷爷半夜去看望福宝 净震惊发现他正吃着放着便便的祖宝 福宝和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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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爷爷苦口婆心跟大孙女讲道了 可福宝毫不在意的表示没关系 继续美滋滋眩沾着自己青团的竹子 如此古灵精怪又有些邋遢的福猪猪 大家爱了吗 同样是果宝大熊猫 为什么有的熊三岁了还在上幼年班 有的熊一岁就能单杀六只小鸟称霸动物园 女明星花花三岁了还在上幼儿园 不仅要谈爷爷把果果喂进嘴里 就连下班时也要撒娇让爷爷抱回去 一整个就是柔弱生活不能自理的宝宝花 可同样还在上幼儿园的瓜笛 却已经有两年的带娃经验 因为他时不时就要敞开怀让姐姐过个难以 可怜叶子小小年纪就成了带崽公猫 虫洞的鱼爱才一岁就已经成了大姐大 小小年纪身上就背负好几条鸟命 甚至牙还没长齐就开始尝试吃主眼 立志要干翻群雄爱姐称王 而地主家傻儿子七仔已经14岁了 却还每天抱着盆盆奶不撒手 甚至眼珠子滴溜溜乱转 思考如何再来一盆 对此COS代产母猫的司康元表示不服 凭什么黄毛没生仔也能喝盆盆奶 眼在韩国的乐宝才8岁就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爹 不仅长相英俊还是个双开门鸡肉猛蓝 每天努力营业给老婆孩子赚奶粉钱 一手单臂大回环上树令无数猫粉欢呼尖叫 而8岁的猛蓝却还是个阳光开朗的男孩 不仅不开窍还每天热衷于整国 拆家饭二养小鸟翻墙粤鱼挖地道无所不能 不过多金帅气北京户口独立别院的猛蓝 如果想找对象的话应该会很抢手吧 毕竟这条件放上海相亲脚也是妥妥的金龟血 三岁的香果妹妹不仅小时候热衷蛙没赚钱 长大后还跟春生哥哥一起当上了馆长 然而为了当对方的老大 这俩冤种兄妹俩谁也不服谁 从老家成都打到杭州日夜不消停 如今原方担心春生香果会误伤对方 干脆直接把这冤种兄妹分开营业 让他们各自为王去了 可同样三岁的国庆却还窝在妈妈怀里吃奶 就连饲养员看到后都忍不住嘲笑她 国庆你害不害羞啊还吃奶 三岁了哦 只见梅亲妈妈都快被闺女戏成刺统了 而国庆还不知羞地转过身继续喝 搞得梅亲妈妈一脸生无可恋 心想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不过很快奶爸奶妈就开始安排国庆借奶 那午晚整个长龙都能听到她嗷嗷的哭泣声 奶爸都忍不住调侃伤心小熊不要听慢歌 不过调侃归调侃该安慰还是要安慰 奶爸便拿来鲜嫩的竹笋和竹子给她吃 于是国庆一边好哭一边炫完了好几堆笋 最终奶爸奶妈给她举办了仪式庆祝她借奶成功 不得不说国宝们还真是个有个的特点 网友们还知道哪些有趣的小熊呢 好